下面是念老的解释 意思是说 思意过去 这就是回忆 这是雷念 忧虑未来 这是几率 故此心念 无忧暗示 这心不安了 这个是 事出世界 最重要的 一个关键 事发复发 都在安定 这种心态当中成就 如果身心不安 不但学佛不能成就 做事件事也不能成就 心安 理得了 理得是智慧 与界定会相应 心怎样能看 持戒心就看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头 所讲的 无能 无常 四为 八得 那都是属于戒律 果然能遵守 他怎么会不安 啊 能常 道德里头 没有交给我们 往下 那是正念 正念 你会失掉了 你就会起妄念 妄念是自私自理 妄念是明文理 妄念是贪诚之满 与正念完全相悲 正念的人心清醒 妄念的人 念律纷飞 故此心念 无有暗示 因心有所欲 身必随之 身 就是杀到阴亡 心呢 就是贪嗔之满 身必随之 列入 鱼狗爱物 以购物作别 你到市场 你买东西 买你喜欢的东西 不顾 拥挤杂乱 奔波派对 顾约为心 咒识 指 为此 欲兴而奔走 如 家乡所 以 心 财 相及 不识 解释 累念 纪律 这个心里头 贪财的心 念念不识 不知道 这个财是 灾祸的根源 不是个好东西 对于这些事情 要有高度的紧绝性 要能知足 够用 就可以了 多余 就要不识给别人 决定不要害怕 不识完了 我需要的时候 你需要的时候 它就来了 这就叫因果报应 一定要相信 然后 不识 决定是好事 光行不识 肯定能够得到和谐社会 这一个地方的人 不识了 每个人都知足 知足 常乐 不知足的人很苦 知足 常乐 虽然 虽然才缺乏 他心肝 这个里面的快乐 不是一般人 能懂得的 以清求无灵 解释 为心走势 该为 急于心念之中 居是财物 顾民 积念 累念 积虑 勤求与德 顾身心不安 这叫 为心走势 中国人强讲 患得患失 没有得到的 希望得到 得到之后 又怕丢掉 对心不能安下来 那么人生在世 什么最可贵 身一心 安稳 最为可贵 身一心安稳 是最大的幸福 心安 没有念律 没有操心的地方 没有忧虑 身安 没有苦落 是最大的幸福 是最大的幸福